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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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神哥 金鹰 小少爷 你别忘了 朱尔 朱尔 瑞夫想的 外面厚着呢 来 请 这就是我们贝勒爷 瑞夫将叶东孟洛川见过贝勒爷 什么事儿啊 日前毕号得罪了贝勒爷 我特来跟您道歉 你们家主事的大人就没来吗 贝勒爷尽量 家伯违和欠说 革命小弟专程来到北京 给贝勒爷提醒 害个孩子了 糊弄我 拿我也当孩子 贝勒爷话不能这么说 闭嘴 滚 你说什么 滚 滚 都说你是王府的混世魔王 我今天一件果然不假 你堂堂一个贝勒爷怎么这么没有教养 混世魔王 你说什么 我说你呢 我去 去 来 走 回来 出来 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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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你 打我 四参 bow 木屯 抨屯娱 爹他也太过分了 再怎么说 李始不愿伤了 吉诚哥走不守 他有多难受 不许是想让他支齿而退 尽早收入经商的心思 就算是要规劝他 也不能那样粗暴 庆江 是个挺明白的人 小方 夫人 我梦见四少爷了 四少爷怎么了 叫方管家来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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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大事 就是不放心四少爷 他年少不云士 有一副自負轻狂的样子 万一北京里面的 这边出点什么事 我怕他担不下来 要不我去一趟吧 那也行 你就去一趟 看看那边情况怎么样 不行就让四少爷回来吧 夫人 我这就去准备一下 明一早就走 你快去吧 我决定打官司 对付公堂 少董家 在生意行里有两趴 一怕鬼 二怕官 打官司 绝非良策 是 少董家 服鸭大门施子头 一旦惹上官司 就算咱们赢了 光着诉讼一劫 也得花不少银子 四少爷 您就听大掌柜和二掌柜的吧 少董家 心思投生一把刀 能忍是福啊 这个我走到那里 北京是天子脚下 我不信没有说你的地方 少董家 行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们都不用说了 小董家 来 送我这 快点 再争如此仗势欺人 堂不以律言办 公道何在 但人甚思 打狗看主命 龚前王可是当朝守臣 再说 细究起来 这案子也不属于咱刑部鬼 大人与原告同宗同族 小心受人以禀 不畏权贵 不逊私情 禀功办案也是刑部的天职本分 守臣如何 同宗同族又如何 大人三思 责成顺天府 严神此案 你什么事 开门 请 还请 你 才是 帮你 你 去 我 用 大人 你 你别再生气了 不管怎么说 我爹也都是为了你好啊 够了 为我好 我是个商人 一个墨流的堕落的商人 一个十足的乡巴佬 对不对 所以我就应该接受你爹的羞辱 接受你爹的训斥和驱赶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对吗 不是的 够了吧 你们 太瞧不起本少爷了 优优优独播歌 优优独播歌 优优独播歌 优独播歌 胆大包天哪 你看 瑞夫祥行贿 都行贿到本官这里来了 四万两银子 差不多是本官十年的俸禄 恩师大赛如何 行贿官员一律严办 这位 你知道寄生住哪儿吗 出什么事 他闯了大祸了 啊 他闯了大祸了 在这儿 吉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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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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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锐不扬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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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身体是 大胆见伤 竟然贵的官员 败人清德 套大胆胆子 来 站住 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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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带 阳 水 我 明天 有 闇 三宝我明白了 无论北京发出什么事 我都不认识说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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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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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想逼死我 是不是 你们要是不走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走 姑娘 让我留下吧 前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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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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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济贵 税全家 祭拜祖先 祭拜祭 税全家 祭拜祭 我摔一摔 我站起来 祢三白 你打算怎么复命啊 大帐我做事 要光明磊落 你能有这份担当 你要放心的 只是呢 祢三白现在有病 要是知道实情 只怕会加重 我的意思呢 得对他隐瞒实情 祭祖 都去祭祖 爹 您就消停点吧 人家不让去 您侯有什么用啊 谁不让去 都去 都去 老爷 别这样 老爷 爹 老爷 三老爷 您好 三伯 经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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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三伯请啊 哎 给三伯请啊 记上啊 快跟三伯说说 您是怎样为上后 见风开门的 你三白听说你在北京啊 办事办得顺利 高兴着呢 海尔到了北京之后 先去看了被封的店门 然后又去了王掌柜家 王掌柜 王掌柜说 王掌柜说 你抬起头来 起来 三伯 三老爷您这身体不好 要不然我们改天再来 起来 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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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 老爷 死 老爷 实际 好 巧克力 千眼我 我没用 忘了 何楠儿 不累 我肚子立业 在白天 没看错你 去 去印匣儿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老公 老婆 老公 走 走 走 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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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 我 儿子 你心里有事吗 我在想 三伯这么一字 细子园的商务主张 我接也得及 不接也得及 可是娘你知道 现在的我 高不成 我真怕到最后 把咱们家挤出商号给毁了 最后再回落自己 你能这么想 娘倒放心 娘原来就是怕你啊 不知道自己有多能耐 承不清楚自己的经历 所以 我想说你偷试学医 拜师无道 学而知不足 不足而知学 娘知知你 谢谢 您多帮送 一路 我也要过的 一路 我让你走 她来 我先在带来 你不等我 她来 我来 你去哪里 二二得四 二二得四 一三得三 一三得三 二三得六 二三得六 三三得九 三三得九 一四得四 一四得四 二四得八 二四得八 你们二位 不才孟洛川 见过程先生 是孟公子啊 现前晚辈年幼无知 唐突先生了 今日特来赔礼道歉 不不不 长毛财术学浅 先生二字愧不敢当 程先生 我这次来是诚心赔礼道歉的 孟公子 看您的脸色 程先生 如果您方便的话 可否借一步说话 好 请 你 你 你这次来找我是专程 还是路过 是专程 这次北京之行 让晚上体会到了 自己的浅薄 无知 所以我这次出来 是访试问道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次我路过周村 遇到了一位号称万竹半居士的人 蒙他不弃 我们结为了朋友 他这个人博览经书子籍 简直堪称是当今的大家 如果你能得到他的指点 肯定会如愿以偿 那您说的这位大家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这个人平时住在周村的常白山身处 你去找他吧 但愿你们有缘 多谢先生指点 请受晚生一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张秋旧军孟乐川 前来拜见先生 何事啊 访求大商之道 莫非是瑞浦祥之宫 正是 府上堪称经商世家 生意落足张秋济南天津京师 每年金银十几万两 可以说已具大商之行了 如何还要访求大商之道 晚上敢问先生 如果一个标行大汉 他只有十几岁儿童的心智 那叫如何 小商人和大商人 不过是做生意规模大小不同罢了 做生意的道理 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不 不一样 先生可以说 做小商人和大商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但不能说小商人和大商人也是一样的 那么 你认为的大商之道是什么 这正是晚生想要知道的 同时也是晚生拜访先生的目的所在 晚生孟洛川拜见先生 我给你半个时辰 倘若你能准确的数出 这周围的竹林有多少颗竹子 我方可考虑 谢谢先生 可以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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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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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晚上知道 这片竹子的数量了 五千颗 何以兼得 先生号称万竹半居士 一万颗竹子的一半正是五千颗 你来府上还不知道吧 不知道 家里只知道我是访师问道 却不知道我有幸遇到了先生 同师之事 须得府上任意 方可应成 回去回去 娘 孩儿经过常先生的指令 遇到了当时的一位高人 孩儿见到了他 就好像河水遇到大海一样 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浅薄的问题 知人者知 自知者者 行了 你能知道自己的浅薄也算是进步 所以说孩儿决定拜这位李先生为师 那好啊 如果李先生肯收您 自然是你的福气 孩儿这次拜试呢 是出愧大伤之道 这位李先生是当时的一位高人 本来已经不愿意出下来 所以孩儿恳请你能不能亲自娶一趟重心的财神 为我把这位李先生请出来 这要能为孩儿请的高师 只要能为孩儿请的高师 只要能为孩儿请的高师 要做什么都愿意 你马上就去备车备马 李一定要住 谢谢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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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先生 您看教練能得怎麼樣出席 小氣小成 中氣中成 大氣大成 李先生 李先生 只要他有可能雕成大氣 您就把他往大氣裡都雕 至於會失破料的風險 大不了他把那幾株最浮相傷號賠光了 這個我認了 夫人嗜毒愛子之情 令人敬佩 好 好吧 這從師之事 我願意成 多謝先生 叫四少爺進來 嗯 四少爺 夫人叫您 哦 怎麼很高 替妳 杜釵 李先生 答應送妳的夜師了 哦 師父在上 請受徒兒一拜 这是您为我拜师 输的第四几年了 你一回是宋先生 第二回是黄先生 第三回呢 就是你没找过先生 得得提四 要我向您保证 这是您为我拜师 输的最后一次辫子 我看呀 费帝 您还不信 不是我信不过您 我是不信 先知 这您就错了吧 那位李先生 当真是一位大驾呢 我就是担心人家李先生 学问太多 道理太深 你跟不上他 最后闹出个邯郸学部的样子 那不更糟糕了 我明白了 说到底您还是不相信我 你让我相信您 你别光说 做出个样子让您瞧瞧您 您就放心吧 没有我领会不了的道理 没有我学不会的学问 我认识 我认识 御守之学先问其志 学生之志在于大商民估 何为大商 我同天下立设自好 何为民估 自好立百事不求 财富积万贯有益 以您想来 如何才能作为一个大商民估呢 商业有云 熟读生意经 买卖做的经 想来只要生意做大 做好做经 自然就离大商民估不远了 你都有哪些生意经 说来听听 贵出如粪土 贱取如猪狱 生意做独事 买卖抢钱行 三分利吃利 七分利吃本 同本不同利 差别再算计 百里不犯桥 千里能犯早 小店买个便 大店买个全 不怕店门破 就怕店无货 货到街头死 人到市中活 南瓜再大本地卖 辣椒再小穿手过 这就是你的生意经 就凭这些泛夫小商的迷言俗语 你就能成为一个大商民估 白日做梦 我大商者 凶存纵横四海之志 怀抱吞吐宇宙之气 其学通于大道 其功皆于社稷 其事 敌入京风雨 跳出气鬼神 也正所谓 两股和腹名臣 大商孝看书上 大商之经商 有如一意 江子牙之于治国 孙子无起之于用兵 商鞅之于变法 其学问之精深 道法之玄奥 义气之宏远 境界之高明 其是你这等空想妄论 离言俗语所能达到的 可笑至极 是 师父的一番话 发文正快 现在 徒儿吃着底底的知道了 我有多么的浅薄无知 学而知不足 第一堂课 你能有所觉悟 或许可造 很好 江与无别 伤疾无邪 观山重重路万千 人爱在心 大江同海 翻影重重解救天 成情在胸 走飞窗南 君子爱在道不骗 今天为敌 黎明为前 山沃中挂大上风帆 大乡无心 大爱无言 大刀无名 大伤无酸 大刀无名 大伤无酸 大伤无酸 大刀无名 大伤无酸